翻過來 這個布料很柔軟 很有彈性喔 手感還不錯 抵破一下 怎麼大了這麼多 對啊 是不是那個老闆娘良錯尺寸了 我們好像是要一名舞是吧 對啊 不管了照上去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大人大一點吧 小心一點的話旁邊這裡很多那些牧師 這裡還有很長 如果有一個款式這樣無形的話就好看喔 感覺有點怪怪的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對啊 有點像那種阿飄 大家覺得怎麼樣 哈嘍 大家好啊 我是小東 現在在豬豬房 現在是七點多 晚上七點多 今天我老婆出去幹活的時候 你不要這樣拉那麼緊啊 這樣倒下 我老婆去幹活 然後去到那邊 市場 有一家賣這種床高照的 就買了一張 它沒有中間有很多弧形 像這張床的那種款式 全都是直角的嗎 我們就買一個寬一點的 那個老闆娘說 合適的因為很有彈性 不過我覺得 狂色而可養多愛心 就是 不知道怎麼說 你們覺得怎麼樣 這個床高平常 一直有網友說 挺難看的 叫我趕回下 吃東西來 今晚就吃這個了 阿葉吃吧 用阿葉做我的吃吧 嗯 很清香 很香那個艾草的味道 哇 這是老婆 中午在家做好 然後拿來的 嗯 哇 看上去像一個泥湖屎一樣 等等 吃起來非常好吃 老婆你吃了那麼多嗎 吃不了 吃不了的話 待會放到冰箱裡面去 明天這樣就吃了 嗯 明天煎著吃吧 明天煎著吃吧 煎著香一點 也行 艾草都想煎得很好 嗯 每年這個時候我們廣西這邊 就做這個艾草 艾草吃吧 有些地方叫做清湖 好 今天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 感謝大家支持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放去冰箱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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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